娱乐中心梁雪亭报导小甜甜退出一起发光叫先风波 图翻设自小甜甜脸书38岁网红陈怡活跃网络社群平台 由于其个性感怒感言 她的言论常掀起争议 不过陈怡也因此吸引了不少网友喜爱 近日小甜甜退出送一名教会一起发光后 被直指私生活有极大状况引起极大风波 陈怡忍不住发生了 宋一鸣的教会一起发光直指小甜丝生活有极大状况 图翻设自宋一鸣脸书日 陈怡在脸书上发出长文 直指教会刚建立时 她曾表示以神之名搞爱心奉献是最容易赚钱的 以全文如下 也不是马浩炮 宋一鸣那个教会刚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讨论过创交可能性 因为以知名搞爱心奉献是最容易赚钱的 而且宗教团还不用缴税 我身边有些朋友会去上教会 而且是因为教会获得很大的转变 譬如本来没有自想法悲观的 变得比较自信开朗 或是有设恐的 教会交了许多朋友 尽管我对很多教会传教方相当不以为然 像是整天在恐吓别人末日近了快信主 或是什么都要感谢主 主会赐给你everything 然后几做坏事又要说主会宽恕自己根本信主自助 主又要给你好处又要承担罪孽 但我觉得主没提了 有问题的是人 是人为了利益和权利 去扭主的一切 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主也感到很耐巴 要信邪教不如信我 我主张自己赚钱自己 根本不需要奉献给无关的人享受 自己的人生即掌握 谁管你那些莫名其妙的规约 自由自在 好吗 每次有人说你这样会下地狱 我都会告诉们 那很好 如果上天堂都是这些假掰伪善的人 真的比较想下地狱整天赞美主累死了 陈怡指以神之名搞爱心奉献是最容易赚钱的 图翻射 陈怡脸书 我 már不愚败 �婚员